哎呀呀,被你发现了 我的就是石刹的主人,王俊凯 让我陪你一块读这本书吧 这里呢,是我们去白冰的那天 当时下雨了 在沙滩的时候呢,就开始刮风 我们的伞当时就被吹得七连八落了 那海面和天空呢,也都是灰来灰来的 天上呢,飞着两只黑色的大鸟 当时觉得它们非常无聊 但是也觉得很自由 便利店里面呢,有很多好吃的零食 本来想说,都买些带回来 但后来又放弃了 那天呢,也吃了热乎乎的拉面 嗯,挺好吃的 520沙滩写记的视频呢,也是在这里拍的 那个时候呢,伞还没有坏 五分钟之后呢,它就坏了 就是前面说的,刮风下雨嘛 后来雨特别特别大 然后大片大片呢,就是海浪拍到悬崖壁上 水花特别白,也很脆弱 那么银壁很黑,很坚硬 不知道它们呢,算是在拥抱,还是在对抗 那一天,我记得是最后一天的拍摄 玩得非常开心 那么现在呢,是给大家讲在耐凉的事情 那天呢,天气非常非常好 甚至是有一点晒 那么在若草山上,我们遇到了鹿群 谁手里只要有鹿饼呢,它们就跟着谁 在这里的鹿饼一旦是被吃完了,它们扭头就走 特别现实 山上呢,可以看见整个耐凉的景色 西洋慢慢下山的时候,还有一点像漫画的样子 非常非常漂亮 好啦,快读完了 写完这本书之后呢,我也和你们一样读了一遍 童年时光真的非常的无忧无虑 也非常怀念它们 这些故事呢,也是藏在我的心里面 陪我走了很多年 你们呢,也陪我走了好多年 非常感谢你们的支持 也非常感谢你们来读这本书 那么以后,我们也一起走吧